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南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礼拜五期的盘中上涨130几点 这个涨的过程当中 其实当然大家都知道 国际股市涨 那国际股市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是因为礼拜四晚上的 国际股市里面 包括德州仪器 包括微软 包括Google 涨幅都非常大 那最多涨131点 收65点 这个中间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们先看国际股市 德国股市从9月30号 就是台湾这个台风 架完了以后 那一天我直接跟他报告 你最担心你最害怕的 这国际股市什么大跌 这个位置是好的 德国股市就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一步一步涨 到10月8号 到昨天 再一根红棒 再涨 可是国际股市从这个位置开始 到这个地方 以德国股市来讲 下个礼拜 这里会有一点小小的压力 所以德国股市 接下来下个礼拜碰到一点点压力的整理 跟美国股市一样 美国股市也是从9月30号 我说就算拉回来 它还是一个买点 这一个买点上来在这个地方 它有在改变 这个都是红色的圈圈嘛 那从这个红色的圈圈到昨天晚上 它在大涨 大涨之后 下个礼拜仍然会碰到一些小小的压力 小小的压力 所以国际股市在下个礼拜 它就不是台北股市看盘的重点 反而 有一个比较中线的一个条件 对多方是有利的 你刚才看到的是 从9月30号 你最担心的时候 它怎么涨上 其实9月30号对台北股市就这个位置 就关好这个位置 台北股市就这个位置 从你对担心的时候 它涨上来的过程当中 跟国际股市息息相关 礼拜五的外资买超100多亿 外资怎么会突然都又有钱 其实投资朋友也是一样 你不是跟很多人讲一样 我跟你压什么单股重压 外资每天都有钱可以买 外资到礼拜五 8700他还可以买100多亿 你怎么可以说到这个地方 你都没有钱了 或者是你有一大堆的钱 没有股票 这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来看 有一个关键位置 就是在于美元嘛 关键点全世界的整个的股汇市 关键点在美元 美元从这个10月15号 最危险的时候 最危险的时候 它为什么继续在涨 因为美元到昨天已经来到这里了 96.5是在这里 美元从我认为要去观察的位置 它已经又回到一个很安全的位置 这个安全的一个美元的状况 稳定的状况 才是全球股市稳定的一个真正的力量 那这里面的内容当中 以台北股市的个股来讲 我在礼拜五看得非常仔细 它是分成两种情况 为什么涨130几点 收盘之后涨65点 因为盘面当中 其实它冲刺的三种情况 三种股票 一种是逢高压着在卖 获利调节嘛 压着出 那在这个地方压着出的股票 它下个礼拜也会压着出 边缘化就不用讲 有些股票反正都已经跟什么股票市场 几乎没有相关了 涨也无关 跌也无关 这个边缘化的股票 你真的是你手上这个边缘化的股票 要去把它换掉 换到压着劲了 今天其实有些股票 你不要看它没有涨 今天没有涨的股票 你一定不会看 礼拜五大涨137点 收盘65点 礼拜五没有涨的股票 你一定不会拿出来看 可是这里面偏偏就有些股票 它是压着进的 目前盘面当中压着进的 就是把价位压着 不让它涨 把价位压着 然后再进 趁着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 今天还是整理啊 你说今天在创新高 其实这个盘面来讲 从这个位置 它还是一个整理 它其实都是在瑕福的整理 这个整理当中 有人在利用盘面当中压着进货 这个以后才是大涨的个股 这些个股才是以后大涨的个股 可惜这些以后会大涨的个股 现在你不容易看得到 因为你看不到 是因为它没有涨 这个就是难的地方 投资朋友做功课 难的地方就是 但是有些股票你会看不到 那大盘的环境 我认为是好的啦 多头空头基本上 支撑都一直存在嘛 这个支撑都一直存在 这个中线的结构 中线的位置 扭转的位置 8200 8300 8250 8450 这整个位置 其实你这样看就好了 你去看这样子就好了 就好像要跌下来也一样不用猜啦 大盘要跌下来一样 9500以上 以下 你怎么看 就差别就是9500那个地方 然后现在差别就在于 8200 8300 或正确的讲法 8250到8450 这样就讲完了 剩下是我刚才讲到的 会大涨的股票 你没有看到的 那你现在看到很多在涨的股票 它压着在出 你又没看到的 这里面其实很多人会跟你讲 最近涨了宏达电了 可是我们已经讲过了 宏达电是因为很多投资人 把融券空在这个地方 有十几亿的资金 你不是没有钱 市场的钱偏偏把十几亿 丢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人家嘎空 可是嘎空上来的时候 它这里也要整理 它整理的时候相对的 如果你要去买低基期的股票 这个低基期够低吧 这个这一段几乎都没有涨 几乎就是在这边盘 那如果以宏达电 嘎空 它就是嘎空 不要讲太多理由 它就是嘎空 嘎空的位置相对照下来的话 联发科是应该回到400块以上 联发科这个差多少 如果以这个位置来看 它应该在400块以上 差多少 它连第一个位置都还没有到 所以你现在如果要买的股票 我会建议不是去买 一万点没跟上 联发科因为一万点没跟上 所以它后面跌了这一段 这一段我通通都有提前跟大家提醒 我不是事后来讲 我这个地方都有提前提醒 从500块到420块 这个地方我都有提前去提醒 那它一万点的时候没有跟上 现在8700点它也没跟上 那你要去选这种落后的股票 那是你的选择 你的做法 我也不能有太多的意见 可是 它牵涉到很多的中长期的结构 台北股市中长期的结构 其实就从这个地方慢慢在产生 这里面包括IC设计 我认为它的结构也都变了 像这股票也没跟上 351.5 曾经有会员朋友 拿了好多张的力望 来问我 来参加我们的会员 其实我当时给他的压力 不就在这个地方吗 350块 就是刚好来到351.5 然后这一段也没有跟上来 那这一段没跟上来 你要观察什么 你要注意手上的股票 有没有类似以下 你所看到这个位置 这种股票是从90块涨上来的 你不能说它涨得少 它也真是 是谁啊 就是现在最近到那个安徽 去设12寸晶圆厂的那个同一个公司 所以谁去安徽设厂 接下来要用多少钱 钱要从哪里来 你注意这个位置 这条蓝色的线不能破 破跟上去是一样的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那反而是 看起来是变得非常标准 是一个很标准的做法 这些你都可以看得更容易一点 股票市场其实没有那么难 难在于说你有没有那么多时间 有没有用简单的方法去节省你的时间 再来是思考的训练 朱立伦候选人说 大台中以后我们要把他变成首都 就是以后迁都到台中 大台中 桃园航空城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桃园航空城也开了一大堆支票 这个政治人物的思考训练 我们不能比 但是怎么说怎么做 我认为我们可以不用去理会 别人怎么样 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 怎么说怎么做 在未来我的节目当中 或者是我跟我们会员朋友 未来的整个共同努力的过程当中 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做怎么说 我们不能跟政治人物一样 我们必须要真的去做到 更match一点 所以这个新的时段下个礼拜开始 下个礼拜开始之后呢 原来的时段当然也还有 但是我要谈到的是更多的一个内容 更多实战的内容 下个礼拜从刚才谈到的国际股市 然后一直到所谓的短线 在这个强势整理盘当中 你昨天看到的 你昨天看到的是 我在谈汽车产业 汽车电子 十股力量 十倍速波段 这些理由都不用太别去讲 这个都跟昨天谈到的2228的建林 是有关系的 可是它毕竟是一个短线的价位设计 这个短线的价位设计 我们下个礼拜随时会把它出掉 因为它今天涨停板 收盘也是涨停板 你昨天看到 今天收盘涨停板 并不是像很多人跟你讲的说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建林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2228的建林 你看那时候多少钱 现在多少钱 讲这个当然也是一种说法 可是昨天你敢不敢拿出来讲 昨天你如果敢讲 今天为什么会涨停 我告诉大家原因 其实这个主要原因是 人 你找到适当的人才 不是我一个人而已 你找到适当的人才 十股力量 十倍数的操作 十倍数的波段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短线 短线从FTPK 其实我有跟大家讲 我买在什么位置 但是出掉了 买在这里 不是涨上来那一根 是买在它要涨停的前一天 买在它要涨停的前一天 然后涨上来 涨上来当然短线 就把它出掉了 但是不是买在涨停这一天 是买在涨停的前一天 第二个 上证 其实我们也把它做一个 获利了结 不是说看坏看好的问题 这有两个部分 这是一个操作策略的问题 像上证它是一种 理论的实践 你怎么样用你的资金去做一些策略 短线FTPK 你买在它涨停之前 涨停之后准备卖 昨天的建林 买在它涨停之前 今天你看它涨停 下个礼拜准备卖 这些短线的动作 我讲过了 没有办法让所有的投资朋友 会员朋友都这样做 但是你如果没有看到 你如果有任何的疑虑 你可以到公司来看 你可以到我的101办公室来看 所有的证据都可以给大家看 主要原因是 这些短线上的做法 跟想法 昨天怎么预告 今天怎么涨 这个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人 我们找对了人 然后包括这个背后更大的力量 我讲的是短线不在这里面 短线不包含在这里面 你找对了人 找对了操作的一个伙伴 找对了一个未来的方向 其实这个就是以后 我们要去做的 广告中的电话 各位先记下来 待会我们更多的一个论述 希望大家能够去掌握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整理的过程往往是一个筹码转换的过程 就好像9500点 整理整理的过程 你说这里有涨气 这个都是整理 整理完之后 往下的过程吸引了买盘 买盘套了以后 什么时候会洗掉 这种盘最容易洗掉 因为上来会解套 上来会解套 解套钱就赶快卖 赶快卖 所以这个反而是好的 这种往上整理 往上整理的盘 其实最容易 让筹码 变得更干净 那个时间可以缩短 筹码整理的时间可以缩短 尤其下个礼拜 季线往上 这大家都在讲的季线 季线早就过了 季线不是压力吗 季线不是会跌吗 下个礼拜不只是季线 过了季线往上了 那中期的结构怎么改变 中期的结构关键点 我都提醒各位了 现在我们来谈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这些都是短线的东西 到底未来的方向 你有没有一个 一个心里面的一个中心思想 跟着让这些时代的企业 红海跟苹果 要去大陆广设太阳能厂 那这些太阳能厂里面 来我们看这一段好了 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他准备苹果跟红海 要去大陆设太阳能电厂 这些电总共足够26万个家庭 一年的用量 一年 然后他们准备生产的 大概2000万瓦 这等于是10年的用量 所以红海跟苹果在做什么 又是在做干净能源 新能源 又是在做绿色经济 节能环保 这跟我10月2号提醒到的 企业会先做 苹果要做什么 红海要做什么 接下来才是消费的需求 然后绿色供应链 11月2号我为什么去谈到这一个部分 然后你现在看到大家都在做 你现在看到美国在做 中国大陆在做 企业先做 企业支持 绿色供应链 为什么要支持 一定有人跟你讲说你要这样做 所以这个我其实不是我个人的想象 是我找到人了 这几年我急急盈盈的 每天其实我心里面晚上 我在想的是市场这些力量 到底从什么地方来 这个其实可以辅助我们的分析 更进一步 所以这个方向 你说10月2号我所讲的东西 9月30号 我讲到所谓的新能源的部分 然后讲到所谓的预设供应链 绿色经济的部分 这一连串讲了十几天 其实是因为我也找到背后的原因 你找到了人 所以你说好 你听了这十几天 有关于绿色经济 然后你现在看到什么人在做 什么人在做 你来买太阳能好了 先等一下 你不是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来买太阳能好了 从530到630 今天最高到645 茂迪跟上来 然后硕和要先涨 中美金再涨 中美金也过了这个位置 压力不是不会过 压力是整理一下 它还是会过 可是过了以后 你要接下来看 为什么它会从550涨到645 从我讲完之后 你怎么样去贯穿 整个选股的主轴 然后从绿色经济 连续讲了十几天 为什么讲完之后 从这个位置 它马上开始涨 涨完之后再看到中美金涨 成长的轨道 这是上游的产业 特别有的现象 中美金也是一样 讲完之后开始涨 讲完之后这什么地方 因为有人告诉我说 它要买中美金 在这里 从这个地方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 它又开始涨 不是涨了才涨 是涨 讲完之后 刚好讲完 它刚好又开始涨 然后现在你告诉我说 你要去买中美金 先等一等 它有一个趋势的行程 在太阳能来讲 它还要经过一个转换的时间 筹码再进一步转换的时间 所以你会看到 从上游的硕核到中美金 然后最后涨到 商务一世的玉金 玉金是从这里 17块多这里 再涨到商务一世的玉金 这个是17块5 从17块5再涨到25块 波段的低点怎么找出来的 其实我都在反复邀请各位 我都在反复提醒各位 希望各位 你找到波段低点的位置的时候 要找到支撑 为什么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的过程当中 这个地方 6月30号 6月30号这个地方 它有波段低点的现象 但是波段低点的现象 你要找到支撑 找到支撑 你就会看到它从这个地方涨 从这个地方17块半开始涨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基本的方法而已 这些方法我讲了两年多了 以后我也不会常在讲 因为会的人就会 不会就不会 我们现在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我们先提升我们自己 让我们自己更进步 我才能够让投资朋友更进步 才能够带给投资朋友 更多更多的一个 未来操作的一个获利 所以我现在进一步要讲的是 找到人了没有 我找到了 我找到这背后十股的力量 十倍数的操作 这个很难啊 你认为你一档股票 你有办法操作两年三年 你有那么多的资金 中间不都受到任何的影响 这股力量从哪里来的 人从哪里来的 最后的财富 不是先拿来前面讲 在股票市场 我未来几年要证明的就是这一点 如果没有办法证明 我很快就会离开这个市场 但是我认为你要去证明说 是从哪里来的 我好好想了好多年 其实我找了好多年 我讲过从如虹开始 如虹从50块涨到100块 那时候你觉得说赚了快一倍了 可是它从100块涨到500块 我心里想的不是说 再找别的股票再好 再找别的股票再好了 我心里想的是 到底这背后的力量 不是一档股票 它是一档接一档 很多股票 三年的时间当中 涨个五倍十倍的 为什么台北股市 有这些股票 这些背后的力量在哪里 这些背后的力量在哪里 你找到了再来说 投资朋友要赚钱 要带人家赚钱 要让投资朋友赚钱 所以各位可以 未来在节目当中印证 你可以在我们下个礼拜 新开播的 比较方便大家收看的时间 再去印证 你也可以到公司来看 这些短线的操作 你昨天看到的 今天涨停的 礼拜一买进的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用什么样的理论去操作的 短线短线 未来绿色经济 更大的一个波段 十股力量 十倍数的操作 你都可以来印证 我欢迎大家来公司 提出你的需求 来公司看 或者是你打个电话 在假日当中 我们都有值班人员 在假日当中接听你的电话 你有任何的需求 需要服务的地方 都可以跟我们 直接在假日当中 跟我们值班人员 直接做个联系 下个礼拜 我甚至于可以自己 跟你给做个答复 但是我认为 你最重要的 还是跟我们一样 不管花多少时间 希望节省你自己的时间 把台北股市 真正的力量找出来 十倍数的操作 不是叫你股票抱着不动 不是叫你死报我报 是叫你说 整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去进出 只要在趋势上的买点 你到最后才会是大赚 可是说得很容易 怎么做 用时间来证明 这就是最难的地方 用时间来证明 这最难的地方 每天时间节目当中 我也会证明 下个礼拜 希望大家说 掌握这个最后一天 真情大放送 最后一天的时间 跟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直接做个联系 祝大家假日愉快 礼拜一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